深刻感受着天地的爱 那奇妙的感觉一直都在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Alice 进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三年了 当初是在路边收到一本疗愈权利 然后找去了台北中心 感恩那天分享会的主持人 送我超级生命密码书 也因此我展开了在超马的后续学习哦 我在进到超马前呢 有十几年的宗教经历 当看完超级生命密码书 第一个感觉是 怎么有人把天机都泄露在一本几百元的书中呢 而这本书我甚至一毛钱都没有花 是被免费赠送的耶 这里要加个惊叹号 表示实在惊讶赞叹 Alice过去参与宗教 宫庙或灵修团体 总是遇到一些人的问题 以至于后来团体解散或选择退出 所以当知道超级生命密码书都已经将道理和方法写得清清楚楚 真的只要照做就可以哦 当时呢我决定什么活动都不参加 就好好的在家看书 练心法 闭门修炼就好 下了这个决定后呢 有一天在太阳心法中 我突然莫名的感动 瞬间泪如雨下 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那神奇的讯息对话在脑海出现 他说 孩子 你终于找到回家的路 我们等你好久了 可知道你们都是天地的孩子 辗转轮回多世 却迷途找不到回家的路 今天你找到了 但是还有好多孩子在迷途中 找不到路 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而你却选择在家自修 他叹了口气说 你怎么可以只想独善其身啊 当时虽然不确定那讯息从何而来 但是说得对也 怎么可以那么自私 只想独善其身呢 没多久 刚好导师来台湾 有讲座课程 我去台北中心上课 课程原定是六点半到九点 上到九点多的时候 导师问 可以晚下课吗 教室里所有的人都一口同声地说 可以 我心里想 我大声回家要一个半小时 不可以啊 可是导师就继续讲课 大家呢 就都静静地听课 到了超过九点半 我就按耐不住了 怎么还不下课啊 这么晚回家 万一引起家人的烦恼心 以后不就不能上课了吗 可是呢 回头看 在场所有的人 真的没有一个人离开耶 于是我毅然决然 拿起包包走人 然后呢 一路上我还低估着 导师怎么就没有替学员着想呢 第二天清晨 我做了一个梦 我看见众人惊慌地奔逃 像是有可怕的传染病 大家只是拼命地逃避那些染病的人 是真的很像电影 知数列车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就被吓醒了 醒了之后 仍然心有余悸 好真实 好惊恐的梦啊 那天晚上 下班回家做心法的时候 再次突然莫名地感动 然后讯息对话又出现了 他说 清晨的梦境很吓人是吧 但是如果导师所遇见 预知的景象 更胜于你梦中所见的千万倍 那么他会不会想要把握住 每个与你们相聚的时刻 请其所能地去引导教导 只为了大家能快快地一起 转变这可能的灾结 所以 你还要怪导师晚下课吗 我深刻感受着 天地的爱 那奇妙的感觉 几次的当头棒喝 知道不可以 只想独善其身 也懂了导师的用心良苦 我督促自己 要广传超码 但是刚开始呢 我只敢送书给同事 或跟朋友结缘 我不敢走上街头发书 于是呢 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因为手受过伤 不太能提众物哦 结果呢 某一天 练心法的时候 突然有个灵感进来 他说 阿呆 不是买了个小行李箱 手痛不能提众物是吧 把书放进行李箱 拖出去发哦 我一听 哦哦 被发现了 于是 正着周六 回娘家 下午没事 我就带着行李箱 去公园发书了 而这发书的过程呢 还真的是 胆识和去我的训练啊 第一次的街头发书 光是找个好位置 就花了半小时 站定以后呢 连续五个人拒绝我 我就把书收一收 就落跑了 可是呢 走到一半 我停下脚步 心里想说 当初自己不也是因为 收到志工发的书 才有机会接触超马吗 抱着饮水思源感恩的心 今天我站上街头 就算只发出一本书 也许那位收书的有缘人 和我一样 会再去分享广传哦 于是我给了自己一个 上街发书的十字真言 那就是 天地借我手 船接有缘人 嗯 突然觉得发书 是多么神圣的一项任务啊 进到超马呢 因为自己的美好转变和受益 第一个想到的 当然要把家人度进来 有一次呢 我们一家人开车 去餐厅吃饭 在车上呢 大儿子就说 他会好好的努力工作 要我们两老别担心 我一听 机会难得 我就说啦 首要之物 好好的练心法 诚心忏悔发愿 等正能量提升 工作感情 事事都顺利哦 这时候呢 这只青春叛逆期的小儿子 就突然蹦出一句 他说 对啦对啦 照你这样讲啊 那皇天不负苦心人 是假的咯 他这话一出 瞬间 大家都静默不语 之后到了餐厅 我也忘了这件事了 回到家练心法的时候 心法当中 突然一个灵感闪过 他说 皇天不负苦心人 是真的 我一听愣住了 他知道我没听懂 就继续说 皇天不负苦心人 是真的 皇天不负苦力人 才是假的 苦心是用心极致 就是非常的用心 苦力呢 则是努力极致 非常非常努力 世间努力工作者 何其多 过程中 如果没有用真心 没有立人立即的感恩心 心念未转 习性未改 最终 只是抱着遗憾 沉沦一世 用一世 做完心法 我赶紧和家人 分享这一段话 儿子听了就说 妈咪 这应该不是出自你的想法 一定另有其神 看来你的超马 果然厉害 要先看书是吧 好 给我一本 所以后来呢 我常跟儿子说 你们啊 是被天地那临门一脚 踹进超马的 刚进超马的时候呢 我最爱这首歌 天地的爱 我深刻感受着天地的爱 那奇妙的感觉 一直都在 天地的爱 真的一直都在 进到超马呢 好好的一寻地子规 感习戏 认真练心法 提升正能量 真的 无论健康 工作 家庭 一切都转瞬 这就是超马最厉害的 结果论 套一句儿子说的话 超马的CP值超高的哦 欢迎你来一起实验 这是爱丽丝超马奇缘 第一集的播出 下一次想跟你说说 我的超马因果奇缘 感谢您的聆听 我感谢您的听 我感谢您的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